新聞專題在地上水 今天由在地上水特派館 冠議員等收報要帶大家去吃 六甘廳一間開13年的燒烤店 店內不是有提供很新鮮的海鮮 牛肉、豬肉 甚至還有薄皮辣椒雞和鮮奶海鮮鍋 專題非常多 今天要帶大家到鹿港一家知名的 做了十幾年的燒烤老店 來吃好吃的 大家請跟我來 這幾天天氣偏涼 冠軍隊長收報議員的腳步 來吃烤肉跟火鍋 讚 口味很特別 好吃 肉 店長 店長 這個用小瓮裝的是什麼肉 這是我們店內的瓮製牛乳花 它的薑汁都是我們自己特調的 自己特調的 瓮製牛乳花 這外面沒有見過 口味一定非常的特別 那請問店長 這麼漂亮的這一盆花 它是什麼肉呢 這是我們的衛生松阪珠 是我們 然後是我們用 日本味噌跟紅麴去做醃製的 做過醃製的 做過醃製的 還有紅麴喔 是 這很特別喔 很少看到燒烤店 它的醃製的醬料裡面會有紅麴 等一下一定要試試看這個特別的味道 好 哇還有這一盤 非常的大 這是我們的後切沙朗 後切沙朗 是 分量很足喔 是 相信它吃起來的口感 一定跟市面上那種薄薄的吃起來 完全不一樣 對一定的 這個你客人他本身他點的頻率高不高 高 就幾乎每天點的頻率都還滿高的 那等於是你們建你的招牌 這間燒烤店家很特別 如果提供厲害燒烤料理 還有人人喝熱 喝一口 很辛苦 熱呼呼的剝皮辣椒雞 是你們去No.1 以及鮮奶海鮮鍋 今天介紹美食的同時 我們遇到一位大家都很熟悉的 許代表 你今天也來這邊用餐 那你要不要推薦一下 你今天點的餐是什麼 剝皮辣椒雞 好吃嗎 好吃好吃 讚 最好吃的剝皮辣椒雞 它的湯頭很清淡 然後而且也不會太辣 然後料很多很好吃 真的非常的特別 在一般的燒烤店 很少吃到這麼道地的 剝皮辣椒湯頭 那而且一鍋滿滿的湯料 不只湯好喝 料也很多 我可以請教一下嗎 你們這麼道地的 這個剝皮辣椒的湯頭 是用哪裡的剝皮辣椒來變製的 那我們使用的是花蓮的剝皮辣椒 去做調製的 然後分量就是夠充足 那就是不怕人家吃 真的是料好實在又大碗 而且湯頭真的是非常的鮮甜 口感真的非常的濃郁很滑順 我可以請教一下嗎 雖然這是你們的商業機密 但是我可以知道 它大概是用什麼熬製的 用一些柴魚湯 就是我們自己做的柴魚湯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牛奶 跟一些自己 獨家配方 它裡面有柴魚的香味 然後有牛奶的滑順 所以喝起來非常的綿密 這個湯頭真的是非常的棒 真的值得大家來試試看 有幾個實在 價格上算是很親民 這三年的燒烤老店 也先為賣酒就跟人 大嘴吃貝哥 大嘴吃貝 第一手選 陸港人都很推薦的美食 很道地的燒烤 它食材新鮮 都是老闆親自採買的 然後每一樣食材 他都很審慎的幫我們顧客做選擇 這樣子的店家很值得推薦 也歡迎你們大家來品嘗 店家把燒烤和燒烤做結合 讓客人真正搭配 在在涼涼的天氣裡面 享受美食大來驚喜 大中華新聞 林君六江財宏博德